欢迎来到小哥播报看得闹更看门道 本局回顾2001年4月4日 32岁的野猫英雄在红袜队的初登板 就拿下大联盟生涯第二场无安打比赛 并标出单场11次三振 一局下精英队守卫达者Anason 延续两颗内脚二缝升卡球都能压在膝盖附近 一颗走前蒙好球一颗急出界外 内脚比膝盖稍高四缝输球界外 外脚只插球提前落地坏球 右下串近腰带高只插球打者没掌握好 急出左岸也飞球出局 从轨迹判断应该是野猫的小只插 时装纸一样岔开 但握得比较浅下坠幅度比较少横串比较多 下一棒Mike Bordek 外脚比腰带高可能是卡特球或是石头的滑球 近蕾烧带下坠的轨迹 打者还是没掌握好 左岸边线界外飞球出局 接着野猫保送了第三棒The Lion of the Shields 下一棒David Ski 外脚腰带高四缝输球 带不错的视觉冲上串尾镜 让打者掌握不好 形成二垒方向滚地球出局 二局下半首名打者Chris Richard 开场来了一颗野猫很少投的曲球 内脚提前落地坏球 但脊椎还是蛮犀利的 滑球掉进中间腰带高好球带 打者本来以为是偏高速球选掉 结果掉下来吓了一跳 最后漂亮右下串到外脚膝盖高的小指插 制造一垒方向滚地球出局 下一棒Bora 外脚比膝盖稍高卡特球咬得相当扎实 就差打在棒头 形成中右外野方向深远飞球出局 下一棒Kyle Ripken Jr. 对一颗内脚膝盖高四缝输球 挤出三垒方向滚地球 三垒手Shay Hellebrand发生失误 下一棒Broke Fordyce的打席很精彩 首先是外脚腰带高四缝输球 打者挥棒落空 可以据此判断带有不错的视觉上身伪劲 打者不好捉摩 这个打席还连续尝试四颗大指插球小指插球 但Fordyce显然也有所提防硬是惨斗了三颗 但野茂这边也能尝试调整指插球的犀利度 最后一颗可以看得出来跟其他几颗相比 下坠开始的高度跟时机都恰到好处 很晚才折现脊椎 让Fordyce即便已经把重心留住 想打就是打不到 三局下半首名搭者Jerry Hellston 诉求拿下一颗外脚还好球 这边来的两颗相当精彩的适逢诉求都走在外脚腰带高以上 像飞刀一样笔直射进去 让Hellston连续挥空了两颗三阵 更可以确认野茂本场适逢诉求视觉上身伪劲相当不错 根据Hellston赛后说法 野茂本场诉求均速其实就落在88-89mm 但视觉上却能看起来像是93mm以上 破时数150公里 这主要归功于视觉上冲创伪劲 也容易让打者错过急球点 本场跟野茂搭配的不受Json Veritek指出 野茂的适逢诉求是他本场可以拿下无关打的真正关键 而野茂的高压出手跟地面几乎垂直 也对营造视觉上身有加成效果 因为打者会更不好判断球的弱点 放到当今应该都是极品诉求 野茂英雄在2001年也有回春的味道 每九局平均三阵次数从前两年降到8.6以下 2001年又升回10 当年224三阵也是每年三阵王 据此推测适逢诉求的品质应该是有所回升 回到场上打者Mike Borlick最后被绝杀只插球三阵 本蕾前才T型下坠真的相当销魂 高度伪装成诉求 打者非常容易上钩 从跟诉求的叠合轨迹看来 不论从出手点还有前半段轨迹真的是一模一样 然后在脊椎吸引达者出棒挥空 四局下半保送首名打者Delaino De Shields 下一棒David Sagi 投到红中的诉求 靠着球微垢让打者断棒减弱滚速 让二类手Chris Dines可以拦下传二类封杀跑者 否则很可能是中间穿越安打破弓 下一棒Chris Richard被内脚诉求挤压出 右外野高飞球出局 接着Melvin Mora打击时 一颗提前落地的直插球 一类跑者Sagi想趁机进磊 但被捕手Jason Veritek传二类主杀出局结束半局 五局下说明打者是可以再打一次的Melvin Mora 一颗外脚膝盖高卡特球下层尾劲制造三类方向滚地球出局 下半Kyle Ripken Jr. 补手Veritek配球相当灵活 诉求之后连续配了滑球跟直插球 突袭在等诉求的打者接连取得良好球 最后Ripken已经推打咬中一颗外脚大腿高诉求 但刚好去右外野找手套被戒杀 接着用一颗外脚卡特球捞乱打者急球点 让Brooke Follies急出三类方向滚地球出局 六局下首名打者Jerry Halston 一毫两坏之后 又是一颗外脚腰带高四逢诉求让打者挥空 看打者掌握不好 Veritek追加一颗相同球路 让打者都在球的下缘挥空三阵出局 这种违禁的四逢诉求投在腰带以上 更会加成视觉上串效果 Halston赛后形容野猫的投球对他简直是噩梦一场 他觉得有些触犯感觉很不错 一定不会挥空 结果不是这样 野猫英雄是史上第四位 在美联国联都投出无安打比赛的投手 野猫上一次投出无安打比赛是1996年9月17日 当时他还在倒骑堆 也是到大联盟的第二年 时隔五年再次投出无安打比赛 都在客场投出 两场都是该做球场的第一场无安打比赛 有趣的是这两场无安打比赛 都分别因为下雨跟电力问题延后开赛 第一场野猫因为担心场地失滑 无法在比赛全程都用龙卷风姿势 所以这场无安打才是真正意义上 野猫全场用招牌龙卷风玩头的比赛 野猫赛后受访很平静 他说没有特别去想无安打 而是专注于每打席第一球都能抢下好球 投第九局也没有真的很紧张 整场就是相信骨手的带领 气局下一出局后 打者David Sergi 外脚膝盖高小紫插球 漂亮抢下好球 紫插球坏球 紫插球走左打者前门 打者以为是偏内脚坏球 结果再拐回来内脚好球带 取得两好球 可见横影尾镜确实是大 变化又晚 紫插球坏球 再追加一颗外脚膝盖高小紫插球 右下串尾镜确实犀利 打者以为是红中来的素球 再飘到外脚 触棒过快 灰空三阵出局 野猫奔场的紫插球千变万化 跟高品质素球的搭配 让人看得相当过瘾 保送下一棒Chris Richard后 面对Melvin Mora 紫插球抢下好球后 练脚素球高于腰带 还是抢下好球 本场主绳好球带有够海 偏外脚偏高素球 挥棒落空 三球三阵 连续6个出局都是三阵拿下 八局下野猫面对 首名搭者Kyle Ripken Jr. 一颗偏高素球引诱打者出棒 来不及忍住收棒 还是碰到球 形成二壘方向滚地球出局 下一棒Brooke Fodice 三颗外脚素球 跟紫插球穿插接连碰城界外 再追加一颗外脚素球 可以注意到捕手Varitech 可以把手套又放得更外侧了一点 善用本场主绳好球带宽大 打者量好球后不得不出棒 却更不好攻击 野猫也塞得够准 加上球威 果然插棒被捕三阵出局 下放Jerry Helston 量好一坏之后 又是一颗外脚高素球 刚蒙伟劲 打者完全没辙 灰空三阵出局 知道要来素球 但就是打不好 近三局拿下八阵阵 九局下野猫英雄扣关历史时刻 首名打者是第一棒Bready Anderson 连投四颗素球取得两好两坏之后 突袭一颗紫插球 打者被捞乱节奏 急出投手球前滚低球 野猫传英雷刺杀跑者 下放Mike Bollick 相同配球策略 先来三颗素球取得一好两坏 再变换素插来一颗外脚紫插球 打者勉强切到球的下缘 捞起来并不强劲 眼看很有可能在二壘后方形成德州安打 八局下才替换上场首辈的 二壘手Mike Lansing挺身而出 飞奔 顺势一个翻滚 球没有露出来 拿下关键出局 保住吴安打比赛 面对本场最后一位打者 The Lion of the Shields 内脚素球被咬中 拉太快形成出界 再一颗外脚素球 打者打中球的下缘 形成左外野 飞球出局 野猫英雄终于成功用110球 达正生涯第二场吴安打比赛